坐落于高雄西子湾的中山大学,孕育了中山正研所的成长与茁壮。 正研所于民国82年设立了硕士班,于民国88年开办硕士在职专班,并相继于民国90年成立了博士班。 中山大学正研所的历史,伴随着国际关系、比较政治、政治理论以及思想与中国等跨领域的师资阵容,在12位教师的带领下,逐渐获得累积与茁壮。 在确立自我的目标与特色上,以自由的学风培育独立自主,兼具批判与创造性之人才,透过跨领域的国际交流,开启跨域的对话。 以自由的学风和跨领域的对话为使命,将树立独立思想与人格,促成教学相长之知识环境,培养勇于反思的研究态度,以及提升跨领域学术交流合作等目标,连结至中山大学的五大教育目标。 从成立跨域的学程为出发,在推动教学改进的同时,发展整合性计划,力求与国际接轨。 藉由提供丰厚的出国研修与交换学生等奖助学金,提升本所国际交换生与外籍生人数之外,也鼓励本所学生开展国际视野到国外进行交换和进修。 透过国际交换生学术交流协定的签署,开拓与法国、德国、比利时等欧洲区域、南韩、中国大陆等亚洲区域,以及美洲区域等国际交流,以其开展国际视野,建构完整的教学与研究体系。 与学生切身相关的课程设计与学程规划上,着力于推动跨领域学程与增进学生外语能力,进一步促进知识外推与国际交流,以中长期目标达到提升跨域的学术交流合作。 学生在学习过程与环境上,系所备有移应俱全的软硬体设备,以及丰富的电子图书资源,并透过定期态换设备以改善学习资源。 此外,系所也提供学生导生会、学长解家族制等辅导措施,从迎新宿营到不定期举行的师生活动,创造出良好的师生互动特色。 政研所学生在研究与专业表现上,不仅体现于论文发表的杰出表现,也获得政府机构的支持与肯定。 清出于栏,也反映在本所教师在其专业领域上的教学成果。 关心于毕业后的就业表现,本所于民国92年成立了政研所所有会,掌握毕业所有的升学与就业概况,借以建立起中山政研所所有共同组成的大家族。 中山政研所欢迎您的加入。